让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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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航企业工会成员大声抗议用力拍桌 对董事长何暖轩迟到15分钟表达不满 直见何暖轩一脸尴尬默默走到座位上 先前华航空服员罢工提出了七大诉求都达成 因此华航企业工会希望工会对所有员工一视同仁 除了该给的休假天数以及国定假日双倍薪水位 甚至还希望调升到一小时五元美金的外占津贴 除了空服员就连机师也要比照办理 甚至还有从高雄赶来参加学商的员工激动落泪 七人还是 我告诉你今天高雄就是当时 他们高雄都飞出去了这些过程 独立都没拿到是什么意思 我们所有的员工为什么当天都不赞成他们 都要坚守工作赶快 为什么 因为我们非常深切的了解这一点 但是直到现在就像我刚刚讲过 直到现在这个时刻 我们公司并没有给我们一个合理公平的交代 你怎么准备的去跟他们谈 不会告诉他 我说你要跟我谈 你拿很具体的告诉我 很实际的告诉我 不要拿空的跟我谈 刚上任何暖轩才刚处理完空服员罢工 又要面对地勤人员怒吼 何暖轩早上在广播节目中 将一连串罢工效应的责任 指向华航前高层 张友恒没有跟你联系 你就主动传了简讯给张友恒 我说刚刚工会宣布要罢工了 你找他们先谈 同意他们在台北报道 其余的在会议桌上谈判 这是行政院交通部的共事 你先处理 我的解讯就到此为止 他没有回你话 没有回我 何暖轩表示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 华航的罢工效应 会不会继续延烧 就看何暖轩如何接招 记者刘志展 赞人中 谢维 台北桃园 综合报道